餐廳內全面陷入火海 烈火不斷竄出窗外 熊熊燃燒 連牆面都被燻得一片焦黑 可見當下火勢來得相當猛烈 大量白色濃煙持續冒出 幾乎覆蓋了一半的天空 從遠處道路就能看見 濃煙竄天加上烈火狂燒 情勢相當危急 消防人員貨爆到場拉水仙灌救 不敢有絲毫鬆懈 那後續後方的話 也有火勢加大往後去燃燒的問題 那我們立即派遣滅火攻擊 以及後續組個燃燒 但巧合的是 其實桃園巴德這間知名火鍋店 九號店家才剛PO文 店內手機遭窃 十一號凌晨五點多 餐廳內就突然發生火警 起火點初步判斷 可能在餐廳一樓 燃燒到二樓 現場燃燒面積約二十五平方公尺 動員六十四名消防員 和二十二輛消防車到場 還好火勢經過半小時後 就獲得控制 現場其後方大樓也沒有人受困 不過詳細期貨原因還要調查 記者劉志展李宗澤 桃園採訪報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好 好